大家好 我是一一 今天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家的生活小片段 因為最近很少出門的關係 全天都沒怎麼動動 筋骨都變得越來越硬 所以現在每天早上我都會逼自己拉筋 讓全身可以更加放鬆 起床第一件事 當然要拆牙洗臉梳洗一下 其實我的房間也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整齊 有時候我都真的挺亂 所以今天就要收拾一下我床 和窗台的位置 窗台那裡真的對織了好幾次 然後我的屁股竟然連底褲也脫掉了 收拾到差不多就開始準備我的午餐了 其實平日我也很少吃早餐 所以我的第一餐已經是我的午餐了 大家千萬不要學我十分不健康 今天的午餐就是很簡單的湯烏冬 我會加些牛丸和菜 這樣就一餐了 完全沒有技巧可言 吃飯的時候我通常都會看劇 或者youtube 今天就在看這套尼泰院class 我想說這顆牛丸真的超多汁 你看我一熬它就噴了汁出來 很誇張 今天收到我朋友寄給我的包裹 所以就可以和大家一起開箱一下 裡面就有我想要很久可以放在書桌上的層架 還有一個唇膏架 我想說我對這些木工的東西真的完全沒有認知 所以我就這麼想 怎樣組一個這麼簡單的層架 都想了很久 當然最後我都可以很成功的組好這個櫃 好 那我現在就快點裝飾好我的桌子 然後就要放好唇膏架 其實我想買這一種唇膏架很久了 因為經常覺得唇膏放在一個櫃桶裡 真的很不清楚 有了這個架之後 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究竟我有什麼唇膏 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我書桌的新設置 做完事就當然要和我的狗玩一下 我想說Tiger真的不會玩拋骨遊戲 我拋了給牠之後 牠永遠都不會給我 就不斷拉著狗骨 死都不肯放 你看牠 明明玩得很累 躺在這裡 還是要咬著狗骨 怕死你拿了牠 今天就做一下乖乖女 幫一下媽媽準備今晚的晚餐 今天就會吃西餐 頭盤有湯 青口沙律 焗大啡菇 今天的主菜終於來了 就是煎牛扒 現在看到也很餓 真的很棒 吃完飯 當然要躺在梳化上一起煮劇 今天我們先看這個李斯潮 又挺好看的 很緊張 你看這隻狗 每次我一吃東西 他就把糖拿過來 看有沒有收拾東西 洗完澡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一個人的me time 敷一下面膜 按一下電話 塗一下身體濾 也準備去睡覺 謝謝大家陪我過了一個這麼普通 這麼平凡的一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